聂唐风看着坐在蓝湛边上的魏英,有些感慨,十年了,当初怀忠志儿已经可以独当一面,端起手边茶盏一饮而尽,无限,迷糊了吧。 说起来,这一切,还是要谢谢你,终于要提阿爹阿娘了。 魏英坐直了身子,看向聂唐风,等他借着往下说。 原来当年魏英提醒洪月有意之后,聂唐风一直没有放弃,查明真相,洪月作为一柄上等法器,魏欲强敌,怎么可能会出现裂文? 之前也说过,聂唐风首先查的是自家,近身器武被近身人下手的可能性最大,旁人若要靠近且下手脚,自己肯定会提高警惕。 于是,江涅家上下查了个底朝天,查出了不少探子。 没有过多惊动那些探子,谁家没有个秘法怎么的? 追寻朔源之后,他将目光盯在了金家,便通知温家和兰家,说明情况,一起详查。 江家本也是金家的目标之一,可惜那时候金家刚开始出手,被江家捉住了把柄, 而那把柄,就是金家对洪月下手的时候,手法被江氏与子渊认了出来,那时他又是好友。 如今兰陵金世家主夫人家传秘法,中了招的法器,会在后面使用中慢慢消磨其认禁,最后寸断。 到时候,人们只会认为是法器出了问题,而早就追溯不到几个月前甚至更久之前的事了。 要不是于子渊和金夫人从小交好,他也不会知道,虽然撞破这事,但也没有声张,而是隐瞒了下来,想以此为要挟,让金家吐点好处给他。 可惜是个没脑子的,被金夫人哄住了,说要跟他做儿女倾家,以后金家有什么,还不都是他外孙的。 于子渊一听,是这个礼,也就作罢了。 交换了信物,于子渊自认做了一件大事,反正他临出门之前跟江丰眠有过争执,懒得归家。 就在云梦周边夜列,行到夷陵,遇到了七煞暗燕珠,想到临出门前江丰眠的一句,对,你最对,你不愧是子蜘蛛。 怒火冲了脑子,子电就抽向了七煞暗燕珠,他不知七煞暗燕珠刚好在抱窝铲蛋。 护载的七煞暗燕珠根本不是他和几个婢女就能对付的,便放了将是求救焰火。 赶来的,不是旁人,是他好夫君将丰眠和泽藏夫妇,怒火加度火,趁着打斗气剑,他抽破了七煞暗燕珠的蛋,趁着七煞暗燕珠回窝,看蛋的气急。 将没有防备的,则藏二人推进了地洞,灭唐风的述说,让魏英捏紧了拳头,他想打人,他一枪怒火无处可发,拦战担忧地看向魏英,伸手附在了他的拳头之上,魏英,我陪你。 你要报仇,我陪你。 父亲能查到这么详细的,连当时打斗都查到了。 灭怀桑发出疑问,还有当初于紫渊定下儿女亲事之后,应该就不会再提了呀。 是我查到的。 蓝启仁解释,前段时间蓝氏弟子捉回来一个恶灵,度话不得,送回来由我超度。 问灵一问才知道,竟是当年于紫渊十女之一,于紫渊一口咬定她勾引江丰眠,将其折磨至死,才成了恶灵,一心报仇,还没行动, 就被弟子捉了回来。 原来如此,当年那些事,她一路跟着于紫渊,自然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 无从判断那婢女有没有起过什么心思,但魏英的记忆是没有缺失的。 她清楚地记得自己的父母,记得他们一家三口,还有一只小花驴一起夜裂。 虽不是每个日夜都记得清清楚楚,可在她记忆中,阿娘打回来的山鸡,用罐子炖好之后,鸡腿总是自己和阿爹一人一个,阿爹推让,阿娘总是笑着说鸡翅更有滋味。 阿爹捉回来的鱼,架上柴火慢烤之后,鱼堵之处肉嫩无刺,阿爹会小心地撕下来给自己吃。 鱼腹上油脂少,烤得干香,哪怕骨头都被烤酥,阿爹也会将那些植刺剔除之后,才撕给阿娘,她自己吃鱼背,还说那里肉厚,吃起来过瘾。 又是不懂,现在自己也夜脸,也会上山捉鸡,下河摸鱼,才知道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。 鸡翅干柴,炖完之后,除了骨头就是皮,根本无肉可吃,鱼背肉厚,调料未渗不进去,操作不好,甚至有可能不熟。 他们只是尽了自己所能将最好的给了自己和对方。 记忆中,他们也几乎没有过争吵,总是阿娘在闹阿爹在笑,哪怕阿娘骗自己,种在土里会长得快,长得高。 还有别的小朋友来陪自己,挂在树上,晒太阳,也会很快长大。 阿爹也不过是笑笑抱起自己,为自己胆去身上的脏物。 这样的两个人,要说他们不相爱,他们之间有另一个人另一个故事。 卫英是不信的,可偏偏有人信了,还因为这个莫须有的罪名,杀了他们,甚至在他们生死之后,还在泼脏水。 甚至故事里的另一个人,不去澄清这些也罢,还利用他和阿爹来成他美名,让人觉得他情深义重。 卫英不敢想,他要是没有遇到淘宝,他会怎么样,或者遇到义父之后,就说出了自己真实身份,又会怎么样,当初刚去云梦游历时,听到那些流言,没忍住,又是何等景象。 义父,我想给我阿爹阿娘报仇。 卫英祈求地看向聂唐风,既然他们决定要打,那不如带上自己一起。 好小子,恩怨分明。 不错,就应该这样。 开口的是温若涵,兰哥,你主意多,你说,我们先打谁。 小辈们有些意外,温家主居然会问清衡军的意见,长辈们倒没多大反应,他们都差不多大。 别看如今温若涵看着好像最厉害的,实际他们一辈中,最强的就是兰家老大。 要不是他后来一直闭关不出来,估计名号还能更强一些。 清衡军思量一番,无限,我能理解你要报仇的心,可就目前情况看,我们只能先对付金家。 金将两家狼狈为奸,动了金家,江家必然会动起来,到时候,我们才好着手。 卫英低头思量一番,才对着几位长辈点头,他懂,义父他们现在查到的证据主要针对金家的,关于江家的,不过是为金家打了掩护。 要说义父为自己出兵还有可能,兰温两家现在是没有理由为自己出兵的,除非江家先动起来。 温兰聂三家一起行动时,动作是很快的,几日后,联军就出现在了金家属地上。 因为事发突然,金家根本来不及组织反抗人手,金灵台已经被围住了,金光扇匆匆赶出来。 站在金灵台门口,看着领头的温若寒,挤出一丝笑意,温宗主、蓝宗主、聂宗主大驾光临。 有失远迎,只是不知各位这是要做什么。 得到消息的金夫人和金子轩也赶了过来,只是留在门内没有出来,远远地在观看。 修者无感高于常人,他们的到来,岂能瞒过聂唐峰等人的眼睛。 面对金光扇的问话,聂唐峰往前走了一步,举着手中的红月,面对金夫人的方向。 别的我不用多说,只怕你家看到这个,就应该明白了吧。 聂家主的随身配道,这个少有人不认识,只是他举着刀问自家是什么意思? 好像还在问阿娘。 金子轩没忍住,低声唤道,阿娘。 金夫人赶紧拉住他,低头轻声喝道,别说话,别动。 没你的事。 金光扇感应到身后动静,看似思索了一番,才回问道,聂兄,是什么意思? 这不是你随身配刀红月吗? 莫不是想要跟金某人比试。 可惜,金某不擅长刀法啊,真是惭愧。 感慨过一番之后,金光扇又说道,几位总不能因为金某不会刀法,就将金某的家围住了吧。 这是不是不讲道理了些? 聂唐风冷哼一声,刀,你不承认,那这玉萍呢? 你也不认吗? 她可是一对,另一只不是在你儿子金子轩的库房之中吗? 听到玉萍,金夫人猛地抬头,往前走了几步,出了金灵台大门,站到了金光扇身边,想努力看清楚聂唐风手中玉萍的模样,不知聂宗主手上这玉萍从何而来? 自然从她上一任主人手里而来,当初你用这玉萍达成了什么勾当? 想来你们夫妻二人,还没有忘记吧? 聂唐风盯着金光扇,她可不认为那事是金夫人一个人做出来的。 金夫人从牙缝里挤出了一个名字,于子渊。 聂唐风点头,没忘了就好,没忘了就好,那我今日站在你这金灵台门口,算有道理了吧。 她的话音一落,金光扇勃然大怒,一脚揣向了金夫人,正中她肚子,将她踢飞到了门边。 你这蠢妇,瞒着我,做下了什么得罪孽凶的事?你还不如实说来,否则我定要修你归家。 门内的金子萱赶忙跑出来,扶住金夫人,阿娘。 又抬头看金光扇,父亲,什么都没有查明,你怎么能就说的母亲做的呢? 母亲不是说了江家夫人了吗?肯定是她家做了什么的。 金夫人咽下口中的铁锈尾,拉着金子萱,不让她说话,不是叫你不要说话,不要出来吗? 快回去,不要管。 说着,就想将金子萱往门里推推,想着又不放心,抓着金子萱的手,低声说道, 今日只怕不好,你速速离家,待家中无事,你再回来。 行了,别演了,你们谁都跑不掉。 温若韩克懒地看这种苦情戏,有胆子做,就要有本事承受后果。 金光扇收了脸上的假笑,温家主,要说灭家主,是因为家中蠢妇,做了傻事。 您这又是因为什么? 我当然是来看看啊,之前一直闭关,无暇顾及,家中琐事,前日无聊,随便查了查。 你金家不得了啊,我家内门长老十八位,有两位听你驱使,外门长老四十九位,也有不少听你话的, 既然你拿我温家不当外人,那这金家,自然该由我来接管了,毕竟大家都不是外人,不是吗? 温若韩的数字爆出来,让四大家中的人都面面相去,尤其是温家,他们家如今已经被人捅成了筛子了。 没觉得呀,难怪最近宗主议事的时候,很多人就悄无声息地不见了。 清衡君也上前一步,那我就一并说了吧,省得金家主再费口舌,我蓝氏从建立至今,每隔两年都会办一次听学,意在继承先祖教化天下之意,已举办了数百戒。 我倒是不知道,这竟给有心人钻了空子,花费十几年甚至更久的时间,描绘出了,我蓝氏尽致不妨图。 今世之人至此,还有什么不了解了,自家家主这是一下子惹了三家,还被他们捉到了把柄,高层中有些知道计划的还好。 有些事情只要一日没成功,那都是将脑袋别在裤腰带上,今日不过是终于等来了一个结局罢了。 那些什么都不知道的,看向金光扇的脸色就没那么好了,扭头就朝温若寒等人求饶。 温若寒挑挑眉,没理他们,他很想直接挥剑,杀个痛快,可兰哥说的也在理,修者修心。 虽然他们看那些凡人如草芥蚁,可也不能因为这样,就肆意引起战火,弄得民不聊生。